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三单元贵德十二 楚氏一七三 子曰同身相应 同气相求 水流失 佛旧照 云从荣 风从浮 圣人坐而万物赌 这条出自于建议周一 孔子说 这次比喻 同样的声音能够产生共鸣 同样的气味 会相互交感 同气相求 会相互的交感 我们一般讲气味相投 同样的一个习气 就很自然的交感 这个喜欢喝酒的 喜欢赌博的 我们学佛的人 喜欢学佛 互相就会在一起 就会互相的交感 水总是流到湿地上 佛总是先烧干燥处 这个佛 烧起来 总是比较干燥的 那就先燃烧起来 这个水 流的地方 都是先流到湿地 湿的地方 龙云 然后景云 就会腾生了 龙云 云就生起来 腾生了 所以这个龙 跟这个云 就会有相应 虎啸之处 就会有古风相随 古风 就是山谷的风 老虎 住在山上 他一出来 从山谷出来 跑出来 那么就一股风 山谷的风 跟随了出来 那么这个是 龙云虎啸 有云藤古风 香水 这个现象 那圣人 兴起 圣人 出来了 万民 都来 仰望他 景仰 来亲近 接受 他的引导 和 教化 这个万民 都会 亲近 圣人 贤人 接受 他们的指导 以及教化 这个 也就是 圣人 怎么处事 贴物 必定 是 相应的 所以 这个 圣人 出来 必定 万民 都来 仰望 所以 自己 德行 修好了 自然 德不孤 必有灵 自然 有人 会来 他 想学的 有 善根 的人 自然 会来 亲近 好 这一点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 增长 华喜 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